工作人员开着拖船 一前一后将其中一只黄色小鸭 从海上移到岸边 但这可不是要撬班 而是在夕阳情人节这天 两只小鸭将为世界首次的 情人节有感活动预作准备 小鸭要调离水面 任务可不简单 重量比原来多出至少两吨以上 加上水的表面张力 因此吊车吊挂时得特别注意平衡 过程十分惊险 工作人员与时间赛跑 连夜赶工 小鸭成功吊起 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接着进行泄气作业 看着高达18公尺的一号小鸭 逐渐消瘦 最后甚至躺地 摊成了一大片蛋皮 模样逗了现场民众 鸭子真的很大字 有没有觉得吊的过程很困难 你也在旁边很紧张的感觉 看起来应该会觉得它会操纵 因为有含水的关系 海上装置艺术的黄色小鸭 要符合游港的强度 就必须要离岸进行强化整备的工作 否则没有办法承受风鸭和海浪的拍打 人气王黄色小鸭过年期间参观人次已经突破400万 而为了迎接西洋情人节的到来 原本在金鱼提案旁的一号小鸭 前一晚先拖行到16到18号码头边 在情人节下午一点半出发游港 先到高雄展览馆 之后横跃高雄港到另一头的新兵码头 沿战二库一路前行 最后游进爱河湾 在下午快四点时 与在高流前面的二号小鸭会合 展开十分钟的双鸭会 历史性的一刻 市府也贴心公布最佳拍摄位置 包括金鱼提案 音浪塔前 高雄展览馆 16到18号码头 战二库以及古山鱼市场 双鸭双倍幸福 情人节就一起来看双鸭 放闪晒恩爱 明时新闻林树民 刘允淳 高雄市报道